慈祭三节合一 母亲节 佛誕节 全球慈祭日 47位近似弟子和志工 在佛陀诞生地 兰匹尼摩耶夫人庙 与花林连线同步遇佛 在摩耶夫人里面的伴 是小说 佛陀的诞生 就是这位大杰者 以清净的指挥 怎样来 就是来进化这个世界 那我们更感恩 这个姻缘 有这个菩提电视台的出现 也能够让上人 看到佛陀真正的 单身地在哪里 一切都是好因缘 尼泊尔菩提电视台 支援直播连线 为确保能顺利连线 遇佛前测试讯号 慎重以待 这一场蓝匹尼与花莲 五秒差的同步遇佛 拜科技所赐 许多尼泊尔当地志工 第一次透过连线 参与全球玉佛典礼 我来自卡尔当地 我来自卡尔当地 今天是最大的日子 为所有人生存在 这个宇宙 今天 为何我参加这个节目 这是一个最后的位置的王佛的佛法 这是一个信号的华士 我们所有的民众都会追求的佛法 和佛法的华士 也就是师父的最大的追求 彼此就是不會掉出政治 法治 德制 柳紐 文覆 過內厘 回归佛陀故乡玉佛 感恩佛陀教育 洗涤心灵 去除烦恼 带新闻 翁诗盈 陈敏 杜永耀 优尼斯 尼泊尔报道